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跟上海市委书记陈金宁来见面 而布林肯表示美中都有义务要负责任管理双边关系 不过媒体分析此行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凸显两国在一系列的问题 包含了像是俄乌、台湾以及中东问题上的分析 主美太空竞赛现在白热化 我们来关心随着载人飞船神舟18号即将在今天25号晚上8点59分发射深空之际 同时宣布了中国大陆计划在2030年前实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而美方则是因为被国会削减2024年的预算 火星采样任务真正晚了中国大陆三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海会见 此行首位中方官员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布林肯表示中美为了各自的人民 都有义务要负责任的管控双边关系 随见去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习拜会达成的共识和愿景 陈吉宁也表示中美关系将影响全人类的未来 中美国是对抗还是投入 这对我们两国的人民和福祉 对世界之类的财富力 都是一个重大选择 布林肯也回忆起他首次访问上海 是1998年陪同时任美国总统柯林顿 接着是七八年后陪着时任副总统 现任总统拜登访问 他自己担任副国务卿时 曾在2015年来访 如今是重游此地 下午的行程 布林肯与大陆学界和商界的领域 代表见面交流 布林肯表示上海身为商业枢鸟 双方应该直来直往 提出分歧之处 设法建立合作 话虽如此 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 不仅没有缓和迹象 甚至越演越烈 包括美国不断提出的 中国产人过胜论 还有最近参议院通过的 TikTok禁令 以及金额达三兆台币的 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法案 无疑加剧中美紧绷氛围 专家认为一次访问 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但是建立有效沟通管道 仍意义重大 可以让双方竞争 更具可预测性和可空性 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来关心的是 近期希腊雅典 遭到沙尘暴的侵袭来源 就是邻近的撒哈拉沙漠 虽然每逢2月地中海地区 其实来看要是 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 但是我们也要持续来关注的是 大陆的探月工程 其实中美太空竞赛很白热化 随着载人飞船 神舟18号 即将在今天25号晚上 8点59分发射升空之际 同时宣布 中国大陆计划在2030年前 实施火星采样返回的任务 而美方则是因为被国会 削减2024年预算 火星采样任务 整整晚了中国大陆三年 大陆载人飞船 神舟18号任务在即 2030年月球计划概念视频 也同时曝光 除了载人航天取得的成就 我国载人登月计划实施 竟然顺利 国家航天局昨天公布了 国际月球科研站概念视频 大陆国家航天局发布 探月工程四期 长额六号探测器 已经运抵海南国际机场 随后将运到文昌航天发射场 进行首次探月被采样返回任务 长额六号也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发射 关于探月计划 大陆计划在2025年前后 发射天问二号 半飞探测距离地球 四千万公里的小行星 并进行取样返回 而五年后也就是2030年 将发射天问三号 实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月球科研站 这位以后的人物 走向更远深空 提供一个长时间 可以研究长时间 能够在上面进行作业 进行工作 进行生活 至于美国方面 由于国会削减美国太空总署 2024年的预算 预计最快在2033年 才能进行火星采样 真正晚了大陆三年 不过在太空进程方面 美国依旧是对准大陆 在联合国安领会提出 太空核武法案 遭到俄罗斯打枪 甚至表示此决议案荒谬 而且政治化 记者综合报道 近期希腊雅典 遭到了沙尘暴的侵袭 来云就是临近的撒哈拉沙漠 虽然每逢2月 地中海地区 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景象 不过雅典天文台馆长提醒大家 空屋可能会造成健康的问题 来关心沙尘暴 让雅典的天空可以说是一片变成橘红色 简直就像是电影的场景奇观一样 而这一片大自然现象 让一位希腊起象家 在领书发文 形容雅典看起来像是火星的一个殖民地 不像在地球 当地的天文台说 这是希腊6年以来 撒哈拉沙漠 这个沙尘浓度最最最最严重的一次 而希腊当局也紧急地做出了呼吸风险警告 呼吁民众小心 避免空屋影响自身的健康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一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